大家好 欢迎收看吹一晃频道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介绍 GammaGaz最新推出的顶级鸡料杆 Super PlaySeed 这一把鸡料杆 这个鸡料杆从去年发布到现在 已经有半年了 而且很多的资料都陆续的出来 也有些影片跟网易的介绍 我整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 发现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 一定要购买尝试看看的地方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看看 GammaGaz Super PlaySeed 这把顶级鸡料杆的网页了 这一次研读的资料 包括官网的资料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GammaGaz 在官网上有揭露的三个特别报导 我也有去看 另外 其实为做这一个影片 最主要就是看到了九宝野校太阳老师 在他的基调密转里面 增加了一个特别回 特别报导 来讲说这个Super PlaySeed 使用的一个情形 那里面有一个我发现 非常值得大家购买进来尝试看看的一个地方 等一下一起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先进到Gamma的官网 来看这个吊杆 先来聊聊这个吊杆的外观好了 那这个外观我一开始看 觉得有点面熟 到底是哪边怪怪的 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 大家看这个Super PlaySeed的握把 这个握把 有没有觉得哪里很面熟 我放一个另外一支吊杆的图给大家看 这个呢是另外一支Gamma吊杆的握把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 非常像 那你们知道这支吊杆是什么吊杆吗 就是老大哥Intensa 所以这个吊杆一看我就觉得面熟 这个握把的地方非常像老大哥Intensa 那整支呢就好像有那种继承的感觉了 好 那再来是Super PlaySeed的这个设计图腾 那这个吊杆啊 他是算第三代 Gamma呢 他使用这个Precido当作吊杆的名字呢 这个是第三支 第三代 一开始呢是Precido 前面后面都没有夹的 那第二支呢叫做Precido Special 这是第二代 那这一边呢 新出叫Super PlaySeed 算是第三代 当然每一代间隔都很久啦 从后面的历史分析呢就可以知道 他间隔很久 所以呢 也给大家呢有目一心的感觉 我觉得 好 那这次很特别的是呢 在这个干口的部分 居然没有这个Gamma一贯的红色涂装哦 这个三环三线红色的涂装 这一支Precido看不到呢 这是呢这一次 Super PlaySeed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他呢也有介绍说 其实呢 以前的Precido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红色的干口的涂装的 那是要表现一个 就是说Gamma与众不同的感觉 好 那这边呢 是在他的特别报导里面呢 讲到说 他的干口 这是用特别的设计 不用红色涂装的一个方式 想要与众不同 而且呢 他的这个握把 橡胶的握把呢 他的抓握很有力 然后呢面积也很大 很方便的握持 是他这一次很外观的一个特别的设计 好 那顺便跟大家聊聊 大家手上拿的吊杆叫Precido 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根据这个剑桥字典 解析这个Precido的意思 他是用英文去解说啦 那我讲中文跟大家分析 他说应该就是 在这个时间跟空间上面 都比其他的事物 或比其他人超前的意思 所以这个Precido呢 是一个超越超前的意思 而且呢在时间空间 也比其他的事物 比其他人呢 都超前 所以拿了这一支 Super Precido呢 会觉得说 我的钓鱼呢 就是更能够卓越 超前以往的自己 好 那接下来呢 跟他聊聊这个Precido的历史 其实呢 我一开始看 他想说 民肝复活嘛 很久以前呢 伽玛就有这个Precido 得把钓肝了 那出到现在呢 好几十年 用好几十年来形容 那他的历史是怎么样 我其实就很好奇 所以我想说 看看他的历史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介绍 那这边呢 是伽玛的特别报导 朱雄博之老师 针对Super Precido 讲出的一些感想 那他这边呢 有提到一些历史性的资讯 好 老师呢 有说到说 我以前呢 就是使用第二代的Precido 那时候呢 叫做Precido Special 这把钓肝 那这个钓肝啊 是日本平成五年发布的 距离现在呢 就是有28年以前了 他就是用了这一支 Precido Special 开启他的基调的旅程 好 他就讲到说 当初啊 我使用这个Precido Special 第二代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 噶妈嘎子钓肝 老大哥呢 还是Intensa 还是Intensa 那这一把呢 就定位在二番手 二番手呢 就是二哥啦 就是第二高档的一个钓肝 好 那这个第二高档的钓肝 除了当初有Precido Special 这一把钓肝以外呢 后续又陆续的发布 就顶替了这个二哥的地位 包括哪一支钓肝 包括叫雷达姆 这一把钓肝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我其实也没有听过 但是后面呢 接下来雷达姆 接下来的二哥呢 是谁 是Attenda 大家就听过了 Attenda Attenda的第一代呢 是在2003 2004年左右发布的 就是Attenda 那其实 这个也想到 先前有钓肝询问所说 请问一下 这个Attenda 第一代 第二代 那请问第三代 什么时候会出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预期说 如果以Attenda 就是第一代跟第二代 距离大概九年左右的间隔的话呢 再间隔九年 其实就是2021年 就去年的时候了 应该要出这个新的Attenda 第三代 可是呢 干嘛没有出新的Attenda 第三代哦 反而出了这个 Spa Preciado 当初也是 算是二哥的地位的 所以 我在想 Attenda的第三代 可能就会更延迟了 或者是说 可能接下来 二哥的地位 让Spa Preciado 来担任 之后 再看什么时候 才会推出Attenda第三代 那这边 也一并的跟网友恢复 我的想法 好 这个就是大概 这一把 Spa Preciado 他过往的一些历史 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官网的内容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科技特性 那这个科技特性呢 我们放在最后来跟大家说明回顾 那这边呢 有一个调性表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呢 是Gamma 他的黑毛钓杆 所有钓杆的 调性表 大家可以看到 在Spa Preciado 他是属于在中间 就是他不同钓子 也不仙钓子 他是一个本钓子的钓杆 那在软硬度的部分呢 他是很低的 就是他是一支很软的钓杆 本钓子又软杆 是这个Spa Preciado的特性 那这边呢 其实从后面的资料又可以看得出来说 虽然这一把钓杆定位是本钓子 可是呢 他其实是整体来说算本钓子 可是呢 在受力的小跟大之间呢 他会有钓子的变化 那个我们后面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这是这个钓子变化的新功能呢 我是在九宝野校太郎老师基调密传特别章节呢 里面看到的 他在这边呢 讲到说我们钓杆的选择呢 其实在钓子上又有一个新的变化 来跟大家做介绍 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他呢 介绍了三把杆子 用这样类推的方式让大家感觉 第一个进来的是 要跟大家介绍先钓子的钓杆 所谓的先钓子的钓杆呢 他是在钢子的前端 大概二八的左右的部位呢 他是一个弯曲的顶点 而且呢 钢子承受余暴冲的力道的部分呢 是这个橘色的部分 也就是钢子顶点过来 大概钢子整个四分之一的地方呢 是钢子受力承接余暴冲力道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是先钓子的钓杆 那接下来我们看 那这个呢 是同钓子的钓杆 同钓子钓杆呢 在伽玛的代表就是大石杆 Master Model 这个大石杆 那同钓子的钓杆呢 他弯曲的顶点 就很后面了 就是大概在钢子的中段的部分 来做弯曲 就是五五钓子 那整个钢子呢 受力承接余暴冲力道的部分 这个橘色的部分呢 是这个弯曲的顶点 后面大概钢子整个三分之一的地方 他来承接余暴冲的力道 好 那我们拿这个大石杆呢 杆子就大弯 但是呢 也是可以慢慢的把鱼制伏 好 那大家想要知道 这个Super Precido 是怎么样一把钓杆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一次呢 Super Precido 他是做本钓子 所以呢 他的弯曲 大家看 为什么他弯曲 不是中间大概七三的地方 而是看起来呢 是五五或是四六啦 这样的弯曲 他这边呢 跟大家解释 其实这一次的Super Precido 是做这个可变吊子的部分 他整支吊杆 他整支吊杆 前面甚至四分之三的地方呢 整支吊杆 都是能够弯曲受力 来承接余暴冲力道的 大家看那个橘色的部分 他从杆子的前端 到杆子的这个四分之三的地方呢 都是能够弯曲出力 来化解余暴冲的力道的 那像这种钓杆呢 他在操作的时候 他就是会是先吊子 然后呢 中型鱼上钩的话呢 他会是本吊子 这样就可以吸收余暴冲的力道 那遇到大鱼的时候呢 他就会呈现大弯 呈现同吊子 来完全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所以呢 这支可变吊子的一个吊杆呢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 非常值得大家购入的地方 好 接下来呢 在这个伽马的特别报导里面呢 他就一句话去说明说 这杆子的吊性 他说 这不是一个先吊子的吊杆 也不是一个同吊子的吊杆 虽然表面的字意是讲说 他就是本吊子 就是本吊子的吊杆 可是呢 他其实要表达的是 他是会从先吊子变化到本吊子 再变化到动吊子 依据不同鱼的出力 不同鱼的拉力 来变化他的吊子特性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整只杆子 四分之三呢 都可以弯曲来 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都可以出力 来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好 那这也就是 这一次 伽马杆子新推出的功能 叫做 Inas System 目前伽马所有的基调杆呢 就只有这一把有这个新功能 好 那所谓的Inas System 这个Inas功能 他是化解余暴冲力道 在这个甘子的甘生 所做的特别的设计 他这边的这个图 特别有做比较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碳纤维呢 他其实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这是蓝色线的部分 他是比较激荡的 比较激荡的 但是呢 使用这个Inas System 这个化解余暴冲力道的一个功能呢 他在这个红色的部分 灰色的部分 他就可以很柔顺的 把余化解余暴冲力道 但其实呢 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的 这个甘生呢 他具有整体出力的能力 所以呢 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特别的有效率 所以呢 这个功能呢 是我发现说 这一次呢 伽玛杆子这个新的科技 真的是不得了 我看所有像Chimano 像戴瓦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出现 没有类似的功能 这个算是一个伽玛 这一次破天荒 独家的功能 而且呢 看起来 整个甘生动能出力 能够化解余暴冲的力道 那我们钓鱼呢 就更得心应手了 这个Inas System呢 值得大家试试看看 好 那顺便呢 跟大家聊一下 我有去查什么叫 Inas 有没有什么英文的缩写 什么叫Inas 结果呢 我查不到 我查不到 它其实呢 不是英文的缩写 它其实呢 是日文 日文Inas 它就把这个字呢 直接套进来说 这就是一个Inas的功能 那什么是Inas 在日文的讲法是说 这个呢 我能挺的过去 我能撑的过去 我能过关 Inas 这意思是这样 这个是蛮口语的一个日文的意思 它把这个口语的意思呢 它坐在这边 那其实其他类似的 我知道 像那个Shimano的 那个顶级老大哥 铁牛 卷线器 它不是有那SUT的出现系统吗 SUT 其实你也查不到 它是什么SUT的英文缩写 没有 它其实是一个SUTO SUTO的功能 那其实日文的讲法 SUTO的意思是 很快的能出去 很快的能出去 就这意思而已 这也是用日文来去表达 这个科技的概念 那一并的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接下来看 好 接下来在这个特别报道里面 它就用三张照片 特别去讲说 这个可变吊子的情况 它说 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会是先吊子 而且我在轻微的拉力 中型鱼的时候 我是本吊子 那种到大鱼的时候 我会是同吊子 整个针对鱼情的情况 来做吊子的变化 让你顺利化解的鱼暴冲的力道 然后把鱼钓上来 好 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一支钓竿主要的功能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SeparPrecito 有哪些竿子的编程 它这一次有0.2号到2号 总共有7个竿款 其中0.2 0.6 是针对黑雕钓鱼使用 是比较小号数的 再来是1号到1.5号这三款 是针对中型的口袋黑毛 比较大的1.75号跟2号 是针对大型的伟长黑毛 有这样的编程 在这个价位的部分 大概是10万日币左右的价位 算是不便宜的价位 这个10万差不多也是二哥的等级 二哥就是要这么贵的 我们这次选购钓竿的话 除了号数的选择 我们也看看长度 长度有5.3米的 也有5米或4.7米的 最短是1.25号 它有一个4.7米的 很适合大家防波堤使用 距离还没有很近的话 用短杆就可以 操作是更加轻松便利的 最后跟大家回顾看看 整支SuperPrecito相关的科技介绍 首先第一个是Solido Solido就是实心的杆位 它很软 可以弯曲 能够防止掉杆杆位的断裂 杆位也是特别灵敏的 帮助我们种鱼 第二个是IMguide IMguide就是斜口的导环 这样斜口的导环 不容易发生残线 有利于我们超杆使用 再来是Screwsheet Screwsheet是旋转转紧的 卷线器座 这次设计是 更流线型滑顺的一个设计 包覆的橡胶很合手的 再来是Non-State Non-State是吊杆上面 有一环一环 防止吊线沾连到 吊杆干壁的上面的设计 有时候 下雨的时候 或是海水海浪打上来的时候 干壁湿湿的 我们这个一环一环 可以防止吊线的沾连 这一次Non-State它设计的纹路 很像那个禁忌Special 它是用彩色红色的一个纹路设计 跟以往灰色淡色的方式 不太相同 是一个很鲜明的 很有战斗气息的一个花纹设计 再来是这个Guido的对准线 就是干节跟干节支线都有对准线 方便我们很快的组装起来 接下来是Lubber Grip 就是这个干子的尾段 它握把的地方是用橡胶的握把 非常的防滑 有利于你的吊杆的操作 接下来这个是All Titanium Guide 就是所有的导环都是使用泰制的导环 一方面防锈使 而且泰制的也很轻量 有助于我们超干使用 接下来这个是SuperTap的第二代 这个是Gamma独家的特别软的实心甘尾 这个SuperTap可以卷曲几回的防止甘尾的断裂 接下来这个是Taflido Taflido是这个构成卷线器座的碳纤维材质 叫Taflido 这也是Gamma独家的 这个碳纤维制的卷线器座更轻量 方便我们超干使用 接下来这个是T100G跟NanoAloid的技术 这个就是知名的碳纤维制造公司 东立公司他所生产 目前世界上最高强度的碳纤维 其实在其他的资料看起来 他也有揭露说他有使用M40X 这个碳纤维素材 这个也是东立公司最强弹性的碳纤维 两个顶级碳纤维放在一起 构成的这一次SuperPrecido整支吊杆 都有能够化解于爆充力道 所需要的基本碳纤维能力 最后一个我们刚刚有详细的介绍 就是INAS System 目前伽马基调杆只有这一把有这个功能 这个INAS就是彻底化解于爆充力道的功能 他使用杆子整个四分之三都能够出力 能够从仙调子变化到同调子 一起来化解于爆充的力道 当然看了这么多科技特性 我发现少了两个科技特性 少了两个哪两个 第一个是SuperASD他没有写了 第二个是这个PCS焦叉碳部弹道 他也没有写了 没有写就代表没有吗 这个官网就没有说明 一种是这个可能都整合到刚刚讲的INAS System里面了 所以他就不特别讲了 这是一种可能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样 另外一种是他真的没有使用 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应该是前面那个说法 就是INAS System 这个化解于爆充的力道 已经整合这些技术进来 就不再重复提了 好以上就是GammaGaz新推出的顶级基调杆 SuperPrecido 这把基调杆的简单介绍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次新推出的INAS System调杆科技 它可以从仙调子变化到本调子 再变化到通调子 可变调子的设计 而且整支调杆有三分之三的部位 都可以出力来化解于爆充的力道 算是目前独步调剧业界的一项新技术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尝试看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帮我们按一个赞 或是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来收取更多更新的调剧师情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